U1如祖国奖 苏豪首战18分 赛军轻敌出球 篮网虽败有龙 今天篮网的先发是 林苏豪,BB,Lopez,Booker 还有RJ Booker的年纪其实跟 林苏豪差不多 但是他看起来非常臭的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已经有四个小孩了 Booker在大学的时候 就认识了他老婆 那时候他大二 他老婆大四 那Booker呢 大学的时候 还蛮多女朋友的 所以他叫他老婆要排队 他们俩很快就看上眼 然后两个就在一起了 所以Booker他的大女儿 现在看起来差不多九岁十岁了 那Booker还有一个事迹就是 他是林苏豪前队友 胡人队友 Jordan Hill的远房表兄弟 他们叫做First Cousin Celtics的替补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就是Cody Zeller的哥哥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比赛 林苏豪上场了 他们就严守林苏豪 你看这四个都严守林苏豪 Booker跑得太近来了 结果 尔河豪犯规 大家在争抢篮板 只有BB一个人就已经准备偷跑 他并不进去抢 他们拿到球以后 BB偷跑 他就得分了 No-Fi Standard 但是被吃火锅 还好林苏豪抢到 然后给RJ 然后上篮得分 林苏豪守 他继续守他 嘎得很紧 结果就造成 以赛他们失误 好丢给林苏豪 林苏豪过着 这个有一点假摔的嫌疑 然后 他现在要传给那个 Lopez 但是被 中间拦截 Botovic射球 不进 结果球又到Botovic手上 结果差点失误 抢回来 再上 人就不进 这个宝康射球太毒了 林苏豪过了 以赛他们 往内切 很漂亮 两个人挡不住林苏豪 林苏豪得两分 绕几圈走一圈 可惜 这个BB下去以后 他们打得比较残队 随便打掉了 然后就传给 12号 12分 林苏豪第一个助攻 你看这支人 这个人这支手一推 你看 林苏豪整个摔出去 所以这球 但是裁判在这边 好像没有看到一样 这球被推的内球 他们竟然还敢重播 看不出来 人家推他 你看 但是事实上 你看 这支手 这支手在推他 有没有 这支手推他 你看把他整个推出去 就这个 99号 这支手左右下场 这时候 14比20 篮网输6分 一个pick and roll 给Skola Skola转到12号 Harris 然后给Hamilton 3分得分 他们这个球有流动 今天场上 他们打 其实打很多的pick and roll 然后传给远端的 再丢给SK2 得分 他们这个球有流动 Vesky Skola Skola给Sk2 Sk2就上 自己没进 再补进 这个Sk2跟BB 还有Lopez 在上一季 他们三大独先 Vesky跟Skola打screening 然后 Kipatch拿到球 他又要上 结果被他拍掉 32比31 第一节结束 篮网落后一分 这一节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BB跟Sk2 Sk2两个人太独了 B还有Sk2 上场 他们这三个都是 在上一季的时候 在一起打的 结果他们很快 第二节又被拉开了 现在在9分38秒 输了8分 拿球 又给Badonovic 然后他自己又上 结果撞人犯规 Offensive foul 一分钟不到 结果现在已经输12分了 第二节 8分24秒 球 Badonovic拿到以后 他第一时间应该就传给林斯豪 他不传 你看到没有 他还要自己带 结果到现在被他挡住了 他才要传 拿到球就投 虽然他进了 但是他实在是太独了 这球 Badonovic应该进去 你看他不进去 结果林斯豪在这边挡 Badonovic这个人 他基本上 他不防守 然后太独 你看 他现在就有准备要跑了 跑了去 抢去得分了 你看看 林斯豪传球给 Hamilton Hamilton给Badonovic 到他手上 你看他现在拿起来 又要投了 跳起来投 投不进 这个球 Badonovic 手一下 你看他马上就跑了 马上又要跑了 就去抢分了 非常堵 Badonovic下去 你看球的流动性增加很多 你看林斯豪跑过来 他接到球 往内切 但是他不是自己要去射球 他传球给Harris Harris上篮 虽然被打过 但是Hamilton接上去 他们就得分了 所以球一直在流动 你看林斯豪速度多快 他真的是可以把他们的速度增加很多 结果这球他们犯规 打到他的头 林斯豪要罚球 那么主播说他 Crescent打得非常好 有62%的那个命中率 Certic进攻得分 然后现在林斯豪 叫他们赶快把球丢给他 现在林斯豪球已经传到前场了 结果他队友已经开始进攻了 很不幸他的队友失误了 好你看现在抢到的篮板是谁 是林斯豪 林斯豪控球 丢给布克 布克被光坦打 然后丢给Hamilton Hamilton虽然没进 但是又被布克抢到 布克得分 这就是林斯豪带队的功能 上场以后 他们现在 从一度输到13分 现在只输7分了 这就是林斯豪以身作则 他防守 然后他抢篮板 流动 让球流动 他自己 并没有急着要出手 他都是在 想办法帮助队友 让他们表现得更好 攻 你看这球林斯豪又差点被他抄到 林斯豪队友不可 林斯豪在拿到球 不可打挡拆 然后 Celtics犯规 现在罚第二球 第一球罚进 好又进了 现在林斯豪得5分 身为一个球队领袖 林斯豪表现得非常好 现在防守 继续跟上去 结果就造成 Celtics失误 现在林斯豪又要切进去 反身 得分 林斯豪得7分了 他们的攻击 林斯豪立刻过来 斜防 你看到没有 林斯豪知道他的速度比较快 你看 但是当然 这球 因为篮网已经先犯规了 哇 这么快 可惜被打掉 林斯豪拿了球 丢给Hamilton 林斯豪再拿球 再丢给Hamilton Hamilton得分 林斯豪得助攻 现在是只输6分 组织进攻 两个Pick and Roll 给Hamilton Hamilton再给 SK2 SK2没有射进 好 点进 林斯豪在打球 就变得非常合理 球一直流动 然后每个人都会摸到球 这球我们看他进攻 你看这是谁错 这是SK2的错 他完全不动 这是他的错 林斯豪要控球 林斯豪要上 但是他们已经犯规了 控球 他们包夹他 林斯豪丢给56号 3分 林斯豪又一个助攻 阿赛冲进去 你看大家都防守 结果 阿赛这球又丢到空气里面去了 16秒 你看林斯豪挺起球 往头投 3分中了 可惜判 SK2的犯规 让他结束 我们听主播怎么说 所以他的主播说 Celtics让那个篮网队 score了58分 其实心中很不满 觉得那个Celtics打得不好 所以在这个上半场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们现在输6分 林斯豪要上场以后 组织进攻 然后Vesky在场上了 他也很好 也是组织进攻 所以那个球都有流动 那让那个Lopez 还有BB Celtics 三个人 他们三个人非常赌 尤其是BB太赌了 他在场上 他一直得分 但是对球队并没有好处 他们一度 最多落后到13分 终于在林斯豪 还有Vesky 他们两个空位 空球之下 在中场 他们只落后6分